一路路歸 遙望西南 地面平靜 空中不染 無人機 對 就是這一架 它這個不會變 然後它的 squag 夭視動動 這代表說它是加從那基地出來的 它為什麼要讓我們知道 呃…它希望全世界知道 那共機它這樣過來下來的時候 它要繞到東部的時候 它大概在這個位置 它就直接掛夭視動動 意思是模糊焦點 讓你混淆 國防部軍事動態網頁 朝日發布說明和移應 未來會怎樣 注意 您正在接近ROC飛機 立即離開 中國航空軍 接近我領航 引測飛行航空 地基地發 地基地發 中華民國空軍網航 位於台灣 以南空域 高度6900公尺的空軍機 注意 您已進入我空域 國軍反制 共軍威脅 在南部陣地的天宮三型飛彈 愛國者三型飛彈 加上東部的英式飛彈 一路追尖 攻擊動態 絕對不是浪費 徵兵改募兵 民眾對國防更疏離 但退役雷達士官徐耿銳仍在守望 我現在看到有一個7S426 這架 台北運20 現在 對 就是現在 一般6600公尺的話就是 它遠竿機或者是電針的部分 數架空警500預警機在完成加油 衝電等出動準備後 奔赴任務空域 指揮引導艦機機 轟炸機等 對水面艦艇進行精確打擊 這些頻率 種類各有解讀 繞臺是有意義的 因為將來如果台灣 它真的打台灣的話 唯一可能會幫台灣的是美國 然後日本也有可能 但主要是美國 美國會從哪裡來 關島 但是我要在路上攔截它 它就來不了這麼快 它本來如果一禮拜到 我把它耽誤三天 台灣已經解放了 共軍二號一早 接連派出空警500 運8反潛機 進入我西南空域 我們台灣西蘭空氣 和受到中國政議的幹部 並且縮下新冠 這個軍事意義在對台灣而言最重要 當然是要對台灣形成一種壓力 對中共而言 也有可能是要讓台灣失去的警覺 為未來的警視行動作為鋪路 第一次去感覺很新鮮 也很激動 誰還不在自家院子裡 轉一轉那種感覺 有台媒近日表示 解放軍軍機天天報導 累慘台灣空軍 造台飛行不斷地入侵我們 越地埃逸 有更大的利益就是對中共 對內部的一個民主教育 或者是愛國教育 在西南海域就是從南海往北走 到台灣海峽 巴斯海峽這邊必須要把 像這一次美國跟澳洲等六國的 在這邊的軍演要做一個阻擋 所以它叫反介入拒止 就拒絕阻止你進來 目的是什麼 切割這個戰場 讓台灣的戰場孤立起來 空域介紹有實簡化 其實非常繁忙 大批的民航軍機 以涵蓋範圍小到大 大致是領空 防空識別區 飛航情報區 領空保護國際認可 飛航情報區來往 照航空法務實協議 我們目前官方制製的這一張 所謂的飛航情報區 其實它範圍還制定到 這麼大的一個範圍 問題是真的我們既沒有辦法管 好像實際上我們也都 無從去干涉這邊的範圍 防空識別區闖入 斟酌反應 但化識別區非僅此一家 還有一個區塊 這個是中國大陸的 東海防空識別區 那這些區域其實都有重疊 因為它沒有國際的一個效力 就變成你自己宣誓 我畫這個區塊作為防空識別區 因為我們的訓練空域 也有接近到釣魚台 以前的F5時代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用經緯度 去精確地去訂定 我的訓練空域的範圍 所以你空中科目要是打一打 有時候就偏向一個方向去偏偏偏 就可能會偏出一個 我們規劃的訓練空域範圍接近 你就看到它們開始廣播了 日本海防空識別區 日本海防空援 日本海防空空援 日本海防空援 然後 飛機... 對啊 它也在做區域嘛 我们曾经有一个 这个幻象2000的飞行员 在2017年的11月7号 他在这边失踪 而他失踪海域 就在彭家宇以北这边的失踪海域 我们还在那边搜救过 而他假如相对的空域 是他飞进了东海防空识别区 我们不可能去放弃 这边是我们演练的场域 我们因为政治的理由 去姑息日本 所以我们退让了 说没有在钓鱼台上空的飞航的活动 但是这些地方全都是国际空域 没有任何国家 你要有的话 只有在临海上空往外划12海里 其余这些全都是我们可以去训练用的场域 我们就开玩笑说 大陆能到我们这边来扰台 那我们也飞到东海防空区去扰路 那这样子 我们大家会不会心里平衡一点 所以今天到底是谁在扰 其实他们一直存在那里 中国大陆帮马来西亚造军舰 他交舰的时候也经过台湾海峡 我们为什么没有新闻报道 所以我们是在选择性把这个资讯去喂给我们大家 基于西南角来往者中 他经常往这边飞 然后在这个地方以三角形的态势在这边飞行 他做这个电针定位的这个特殊的一个飞行的轨迹 同样的美国以前所有到南海之后 飞行完了之后也会在台湾周边去加油 他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像跑马型的加油走廊 而这边也有一个加油走廊 要坚持1950年代设立防空识别区 喊话的严谨 你进入我空域 空域到底是什么 因为它会引起太多的误解 让很多人认为空域就是进入我们领空 这是两回事 影响飞航安全是影响什么 因为你呼叫它的是空军的战管 你是影响到你空军的飞机飞行还是民航 然后假如是民航 那是应该是民航的管制出来抗议 但是我们的民航就从都没有来抗议过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话讲明白 就是你今天在这边飞航活动 我认为是对我安全有所威胁 而不是影响我飞航安全 所以我觉得民航的说实是应该是讲 你进入了我们的防空识别区 ADIZ 而不是进入我的空域 因为空域这个范围 你怎么去决定 你空域除非你有自主权 你说这个叫做我的空域 你如果没有自主权的话 那个是国际的空域 是自由的空域 面对西南角新局 一早年防空识别区 不断反应 拦截 耗损 务实否 当你人情绪性受到干扰 受到挤压 受到一些波动的时候 你很难用一个理性的一种判别 去执行你该有分纪的一种任务 因为当你锁定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是持续发射雷达波 以现在的飞机而言的话 都会产生这个威胁的警告 不同的国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威胁警告 他们被授权所采取的这个 相对应的这个回应是不同的 你如果锁定一架目标 其实剩下的就是 你的武器电门的发射而已 当你按下 不小心去按下 或者是情绪那时候 比较激动的情况之下 然后突然去按下这个电门 这个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 我在当作战失灵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那一天它总共飞了 就在这个中线 它所有的这个新式的战机 包括内陆 它内陆有配合的飞机 中线有执行任务的飞机 大概总共架起来 我们那次数了 大概有六七十架 然后飞机出来 找不到部长 后来他的飞机出海了 出海了 然后对了台北市过来 我就很着急 我就问 我找到他的参谋 我说你部长到底在哪里 我说有紧急情况 那个时候飞机已经要到中线了 他后来给我来了一句 他说部长现在正在开会 我说开什么会 他说开乐会 总统府的乐会 我说你把他叫出来 我说这里有紧急情况 他说报告师 你现在不能叫他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唱国歌 我那时真是被他气到 你知道吗 如果说那一天 后来飞机到了中线 他右转 如果他不右转 等到国歌唱完 他已经到台湾了 我给他报告之后 还要跟他纠缠半天 等到他搞清楚状况的时候 如果对方要在台北丢炸弹 炸弹已经丢下来了 台湾就是这么紧急 你知道吗 当作战事件是多么的神经紧绷 好在实际上那天 飞机出来之后 沿着这个中线 慢慢慢慢向右转 那个地方离开台湾 有超过150海里 很远 对台湾来讲 安全还不构成危害 对台湾什么地方构成危害 如果他在中线北 就构成危害了 当他飞机在这个地方飞行的时候 他距离台北市只有70公里 几分钟而已 几分钟的动作 你来发警报都来不及 因为机载的飞机 最主要是用于空战 飞弹是用于空战 以现在而言的话 不管你是四具内的飞弹 或者是四具外的飞弹 它的射程还是有一定的范围的 150里面是不可能发射 所谓的空对空 空对地的飞弹 是不大可能的 其实我们的整个西北的空域 这个角落 在海峡中线一划分之后 说实在我们已经没有办法 对这个区块做任何有效的作为 假如说这个区块 就像东南角一样 它可以有所修订 那老公还是在这里 进出活动的话 那对我们来讲 那就不叫威胁了 就像我们的飞航尖报区一样 飞航尖报区我们的虚南角一样 既不归我管 而事实上我们也管不到 那它对我们来讲 就不是我的工作的一个负担的一个范围 不是负担的范围 所以也没有办法 用有务实的方式去做一些修正 或者是有不同的考量 这个大概要有赖我们国防 或者是政府单位上面去做一个思考 我们这么多年以来 对于敌机的判断 大致上还是正确的方向 看它从哪个基地起飞 大致上是判断出来的 可是假如是歼二是起飞 因为你根本看不到它 等你看到它的时候已经非常近了 那可能就不知道什么东西了 就可能是这种情况 我到你家去 你到我家来 最后是谁赚到 国防工业厂商 因为我为什么要买你家的炮 我要坐军舰 我要坐飞机 因为我有威吓的需求 有时看最后这个获利者是谁 这个获利者才是真正幕后那只手 其实小国对大国要用智慧 你不要一直拿着针戳人家 他本来不痛 你一直戳他一直戳他 他痛了 戳到他痛了 他是大国 你是小国 你划都划不来 最佳的国防应该要回归到外交 因为外交只要是成功 外交是稳定的 那我们的国防不管是武力 我们的经费都可以不用花费这么多 那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些 花在这个民生百姓的一些福祉上面 国家安全要靠我们自己来守住 作为三军统帅 无论前方有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我都会带着大家一起来克服 国军加油 中华民国加油 台湾加油 越多敌对越多耗费 想防范未然又安身立命 还需要京党细算 1200公斤总共军级 注意 进入我ACI 进入我非要安全 回到台湾 进入国立党统域 高度6900公斤总共军级 注意 第一进入 请不吝点赞 订阅